這是什麼 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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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地瓜 那炸粿在哪裡 喔 這是炸粿 這麼多 好 小心燙喔 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 我沒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是1月1號 Happy New Year 雖然是我們的一大早 因為我們才剛退房 但是現在已經大概中午的時間 來到一家就是在地小吃 它的評價已經非常高 那剛一進來確實人也算是蠻多的 那我們點了什麼呢 點了一個 這個是大腸豬血湯 哇 沒有很多關東煮 炒麵 其實它炒麵還蠻好吃的 小朋友一直分食著吃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重點 外面有很多像甜不辣 或是像碧瓜 還有這個炸粿 就是多不高 那我先吃吃看好不好吃 應該是要沾一點醬吧 我看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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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吃 它叫舊成古早味 好 我要開始吃飯了 我們來到了第一個行程 這邊是貨櫃公園在台南 有小朋友大家都知道嗎 爸爸媽媽一定要安排 可以讓小朋友 盡情的玩盡情的放電 這邊呢聽說有十幾種 超好玩的遊戲 那一票到底 大人家299 小朋友只要100塊耶 太划算了 你就是等不及了 兩年的時候啊 還有泡泡喔 對 他們不定期會有不同的 每一天會有不同的時間點 可能會有額外的一些活動等等的 我們現在趕緊繼續玩吧 夠了 第一個帶小朋友來玩的是跑跑卡公車 那比較讓我驚艷的是 這邊的場地好像算是很大耶 你看小朋友可以自由的加速 感受到那個速度感 而且一次可以玩五分鐘耶 看每個小朋友露出了非常快樂的笑容 連我自己都很想要下去玩 在這裏 來 剛才小朋友玩得很開心 他們剛剛去玩那個滑草在二樓 那個真的好刺激喔 那個滑草的車子還蠻有重量的 但我覺得很漂亮 那個草就是滑的那個草皮很強 所以小朋友是有一點點速度感 但是也算是蠻安全的 真的很好玩 超級 過來 掰掰 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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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定時會舉辦一些小活動 像一月份有一個特別活動 就是DIY的泡泡活動 什麼叫DIY呢 它首先它不會直接把一個泡泡圈給你 它讓你在那邊手做把它串出串起來 之後呢 自己再來這邊吹 所以等於說你一次會有兩種DIY 我覺得很棒 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好吹 泡泡打好泡 好吹 我告訴你們這邊真的蠻好玩的 它會發這張給大家 你看喔 裡面大概有十幾個遊樂設施 我們來了大概一個多小時才玩兩個而已 擠滿之後還可以去兌換東西喔 那這邊的場地非常非常的大 爸爸媽媽也不用擔心會無聊 因為有很多個場景 可以帶著小朋友在那邊拍拍照啊 我一樣說有點缺點的地方 雖然這邊的門票可以抵消費 但是它基本消費要80塊 所以說你每一次用一張 你還要自己貼琴 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這個地方算是一個蠻新的景點 所以現在知道的人不多 也代表什麼呢 來這邊的話你不會很擁擠 玩起來還算是蠻輕鬆的 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這邊玩玩看喔 所以它就沒有做其他 現在的時間是將近快六點鐘 那我們本來今天拍的行程有三個 可是因為剛剛在 我剛剛介紹那個 玩太多太好玩了 就玩三個小朋友玩一個小時而已 介紹最好玩的就是這一家 對剛剛那個貨櫃工程真的很好玩 玩了那麼久 結果還有很多東西沒有玩完 謝謝 所以代表說下次如果帶小朋友去的時候啊 真的可以晚上一個下午 甚至一天都可以 因為它就是可以讓小朋友一直repeat這樣子玩 那我們接下來吃這個地方啊 我也有點吃過 對壽司 這個叫做三船漫豆 這比較特別是它有賣 也有火鍋 然後也有就是一些壽司等等的 那就吃吃看囉 那就吃吃看囉 然後它上面還有附一些那個魚卵 你看看 很好吃喔 嗯 它的鮭魚啊 真的蠻厚實的 然後它的醋飯很好吃耶 然後它上面又有放了魚卵 所以在你嘴巴中 會有一點點這樣 咕咕咕咕咕就這樣 很好吃喔 很Q彈 它不會因為製造過的時候 變得很乾材料 好吃 嗯 嗯 它賣魚好好吃喔 甜甜的 然後腥味不會很重 這小朋友一定很愛 超好吃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一開始點海鮮鍋的時候 沒有很期待 結果它來的時候 哇這排場妳有看到嗎 很豐盛 很喜歡蝦耶 那筷子一樣長 超好吃的 有沒有看著 超美味的 你看這個東西 哇 好酷喔 好酷喔 真的好酷喔 沒有好酷喔 還在拌 它的醋飯真的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很好吃 760 好好吃一點點喔 吃起來就好 個人大推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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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 嘟嘟嘟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喜歡我的影片啊 或是喜歡我們拍這種比較Rock的方式 記得訂閱分享加按讚 播的影片會介紹給你 那如果想要支持頻道的 也記得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喔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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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